各位聽眾、各位觀眾、各位網友大家好 可能大家還記得大概6月份的時候 特區政府就修訂了電檢 這個條例的新指引 將它刊了獻 電影檢查員就應該顧及防範和制止危害國家安全行為或者活動的職責 列明可能會危害國家安全的電影就不宜放映 這個指引就立即生效 指引的內容就很詳細 叫電影檢查員就小心 留意影片裡面會構成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 活動 是不是可以客觀合理地被時作認同宣揚美化或者煽動這些行為的內容 考慮整部電影所產生的影響列明檢查員應該顧及防範和制止危害國家安全行為的職責 維護國家主權的義務等等 亦都提到如果有這些相當可能 構成危害國家安全的話 宣佈 影片不移上映的結論 亦都特別針對 紀錄片的 說明紀錄片的觀眾可能會有較強烈的感受 而說影片裡面 他們會相信他們的內容 以及要求檢查員仔細檢查 是不是有偏頗未經核實 或者誤導性的內容 有幾大可能會導致 觀眾模仿影片裡面的犯罪行為 等等等等 那麼其實這個指引一出 就是這個 葉介這個尤其是拍紀錄片的導演 已經吵得很緊要的了 就是扼殺了這個創作自由 因為 就是說這個危害國家安全 其實就是由這個電檢處裡面的檢查員去做決定 其實是很抽象的 究竟怎麼拿捏呢 那時候已經有人說了 這個表姐 表姐你好東西的系列 全部是 不能播 即是你連在這個 即是電視台重溫都可能完全都沒有機會的 因為 裡面說的話 是分分鐘是會危害國家安全的 即是張堅廷 導演 或者他做了演員 不能再給觀眾看這些電影 何況他們都不會再拍的 即是昔日 其實這些你覺得是踩界的東西 今天就完全是跨越了紅線 這個新指引還未夠 今天就 清清楚楚要修訂這個電影條例 修訂的電影條例就是 是怎樣的呢 這個修訂裡面就是這樣的 就是會 賦予 負權給這個政務司司長 不是這個電影檢查員 如果認為上映的某些電影會不利於國家安全的話就會指示電影 電檢處 電影檢查 監督 撤銷這個影片已經發出的 核准證明書或者豁免證明書 意思就是什麼呢 如果你走漏眼 這個電影檢查員 被這個電影上映了或者這個紀錄片上映了 電影的 國家安全 提供明確的法律依據 給檢查員決定的時候充分考慮國家安全的因素 檢查員也可以要求影片加入 提醒觀眾 和家長的告示減輕影片可能潛在不良的影響 執法方便厲害 建議 付權給這個 監督 督察 在獲法庭搜令的情況下 進入和搜查任何地方加強執法的能力 對於上映未獲豁免或者核准的影片私家較重的懲罰 最高的刑罰 提高到三年的監禁或者 或者或者加上 三年加 罰款100萬 另外說這個電影審查員的組織更具彈性 建議取消非官方成員的指名人數 以及賦予雙經局委任一個公職人員 代他出席委員會會議和會場投票 很快就刊顯了9月1日就是二讀 裡面有些細節也值得拿出來說 短短的 凡是電影檢查監督認為 影片上映可能不利於國家安全 雙經局可以延長檢查員就影片作出的決定 每次 不多於28天 被檢查員有足夠的時間處理涉及國家安全考慮的個案 以及 諮詢法律的意見 審核委員會 即是電影檢查的可以 審核這個電影檢查決定的條文 將不適用於國家安全為理由作出的決定 賦予電檢監督權利 要求豁免證明書和核准證明書持有人 提供有關 影片上映的資料 例如旗下時間地點 以及 富權 獲電檢監督授權的督察 在獲法庭搜令的情況下進入 以及搜查 任何地方 以加強督察採取 執法行動的能力 對於未能 上映未獲 豁免或者核准影片的最高刑罰 剛才說過了 監禁三年 及 獲罰罰款100萬 講完基本資料 早前大家還記得在爭論 蕭山和電影界的朋友在爭論 究竟香港電影是否已死 有些年輕人就說你也傻的 怎麼會死 我們創作力這麼豐富 當時大家都在 吃花生 有些大導演 你也不懂電影的說這些話 怎麼會死 香港電影的活力 我們什麼 我們不知道什麼 橡皮膝拿 按極也不死 這個說法 有些人說得 過早 過頭 如果你看回中國大陸 大家知道對於意識形態的東西審查 多麼嚴格 即使合拍片 上去 一定要審查劇本 審查完劇本即使開拍也好 拍完之後 那些電影檢查的負責意識形態的 官員看完之後覺得有問題 不只是危害國家安全 覺得跟今天的主旋律 即 不 配合 都有權馬上叫停馬上落架 外國電影如是大陸的電影如是合拍片如是 現在大陸的電影也好 根據主旋律做 或者是娛樂至死 娛樂到死 完全不提 跟這個 時政的東西全部一點關係都沒有 反映時代的一點關係都沒有 大家知道 電影都是 文藝的 作品 除了娛樂的作用之外 其實都是 反映時政 在中國大陸改革開放的時候 我都很喜歡看大陸的電影 因為那些電影 不只是 有新的拍攝手法跟以前的樣板電影很不同 以前的主旋律電影 創業 是很不同 人有耳目一身的感覺 而且不單止 亦都會講 很多關於 大陸 一些社會的問題 我記得有一套 講這個 叫做盲井 如果我沒有記錯 就講這個 人口販賣 一套這樣的戲 講這個 幾嚴重的販賣婦女 販賣小朋友 現在這些反映時政的戲 對不起 完全沒有 你說大陸有沒有電影 大陸還是有電影 香港的電影也就是 導演演員 北上賺食 認為他們是 發光發熱的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沒有了大陸 龐大的市場 香港的電影界 飯都不能吃 但是你要去那個市場 要服從那個遊戲規則 電影 一定要跟著主旋律 全部是 100% 合 合乎他們的 這個 規矩 他們的要求然後才准理開拍 准理上演 即使拍完之後也有個風險 可能有機會落格 這種情況在香港會不會發生呢 你說香港電影已死香港電影創作已死 其實有個討論的問題 大家都不敢鬥 用國家安全的名義 去限制你的創作這個部分 他們認為 像杜錡峰所說 橡皮失禁 也不用 遇著紅燈繞道走就可以了 所以香港人的創作力 是很龐大的 很頑強的 銀性是很高的 你怎樣去禁他都禁不死 對 我都同意 就是 很多人都說的 言論自由是甚麼 有人說話就是言論自由 其實不是 電影創作是甚麼 有電影拍就有創作自由 其實這個說法是錯的 大家都明白 當你 說言論自由的時候 一說話一寫東西 一創作一出書 你就要 尖前顧後 想來想去我說這句話 我拍這個電影拍這個鏡頭 我做這個劇本 說這句對白 會不會違反 現在說的這個法律 國家安全的法律 電影就是這樣 令人害怕的地方是甚麼 電影是一個風險投資 在大陸還好 起碼有個電影的審查官 或者審查一個委員會 大陸那些 審查後審查的劇本 過了 雖然不是百分之百萬無一失 一定是可以上演 一定是以億計的這個票房收入 不是 但是 起碼過了人家告訴你 標準 你到了你沒有踩到紅線 我批 你開鏡 電影是一個龐大的投資 移動是幾千萬的 甚至上億的 你不知道 但是香港 就糟糕了 你香港拍電影 不會有事前審查 我們不會事前審查 你拍完 有電檢制度 向來都有 你給我看 看完之後 對不起 這個不行 不能上演 你們在這裡猜 我怎知道那條線怎麼畫 我怎知道哪個鏡頭有事 我怎知道 哪個對白出了問題 我怎知道哪個演員 如果我找黃秋生做 找 被視為異見的杜民宅做 或者有案在身的演員做 是不是演員本身的存在出現已經違反國家安全 你沒有辦法知道他不會告訴你 自我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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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的話 要堅尼地 跟香港 實際的情況 有一點關係 你不知道 例如說房屋的問題 有時候 有時候會說 婚姻 房屋 說劉家歸 沒事吧 你不知道什麼時候會踩壞 你就要自我審查 與其這樣 不停地自我審查 不停地是需要 在自己的腦裏 轉來轉去 有些位置你完全是不能過的 最後決定是什麼 我不 沒有這個風險 因為 一旦拍完電影 你 沒辦法上演的話 你就會血本無歸 投資者也不會投資 香港電影如果因為這個原因 是很容易釋眉 很不容易 這一兩年 有些本地的電影創作 都跟那個 時局 時政很有關係 都是說社會 問題 例如 狂武派3 其實是說地產霸權 說地產霸權 你說得盡點會不會有機會回反國家安全 例如 露宿者 都是說 香港特區政府對於露宿者的政策 都是跟 時政有關係 這些電影會不會都是踩界 不如純粹娛樂 就像以前那樣 賀碎片就找一些 鞋星大家笑餐死就算了 今天香港已經沒有賀碎片 你說對創作 自由的衝擊有多大 大家不用想 一定是 特區政府經常都說 自由 無論言論自由 創作自由 我們香港仍然是很尊重的 不過自由這件事 出版自由 新聞自由 不是沒有限制 限制是 要符合法律 你不可以說我有講自由的話 什麼都可以 你符合法律的話 那你就需要 你要符合法律的話 你就需要 根據這個法律辦事 怎麼根據法律辦事 你看看你寫的東西有沒有問題 我怎麼才知道我有問題 法律放在這裏 你自己衡量 你心知肚明 香港就會變成一個 這樣的局面 你說對香港的電影以前我們叫東方荷里活 一年 是出幾百部電影 當然這些 Those Good Old Days 驅王儀 即是我們 如果要講電影有段時間講 很多分析 為何香港的電影文化會 那麼厲害 曾幾何時在80年代 無論在台灣也好東南亞也好我們那麼行 這個也跟很多因素有關係 這個就有機會慢慢分析 但是到今天 新的電影 檢查的指引 新的 電影檢查的法律放在這裏 開宗明義講得很清楚 給這個 特區的官員 電影檢查的官員 根據這個 國家安全的 法律 國家安全的概念 去做這個電影審查 不要說 紀錄片 紀錄片是不能做的 沒有的 周冠威那個 絕對100%不能在香港上演 普通的劇情片 最好就是 堅離地完全不要鬥香港實際的情況 如果你不鬥香港實際的情況 其實那套劇有沒有看 我不知道 怎麼引起共鳴 你看一下合拍片就知道 我都看過 有些合拍片我看完之後覺得 大導演去拍的都是不引出道 都是很難受 香港 他們不會想的 一定要保障這件事 做給阿爺看 不會走漏任何 一套有機會 所謂危害國家安全的電影出來 如果有的話 他就吃不完兜著酒 當然是 很嚴厲的審查 如果電影的創作人投資者 預計你很嚴厲的審查 他要不就 自我審查也很重要 令到 安全著露 安全抵擂 要不就 不做 做什麼 最後可能是 得過 血本無歸的下場 香港的電影是否已死 大家心中有數 聊到這裏 我非常繼續支持 我心情有快的頻道 多謝你收看 再見 早前我在這裏向大家介紹 LotVPN 除了可以保障你的私隱 隱藏你的身份之外 有些秘技大家可能不太清楚 例如如果大家有看Netflix 有些片 只是美國人才看到 香港是看不到的 但你透過LotVPN 登入了美國的網址 就有機會看到 在美國 播出的一些 電影或者電視劇集 例如 如果你在網上 買一些貨品 或者是訂機票 酒店 有些公司的規定 如果你在當地訂的話 你有機會拿到比較大的折扣 透過LotVPN 登入了當地的IP address 你有機會 買到比較便宜的機票 或者訂到比較便宜的酒店 但每個公司的政策都不同 你可以試一下 看看是否真的做得到 現在Dinglock VPN 就可以拿到一個比較大的折扣優惠 透過這個網址 以及用優惠碼 SAMNGX 就可以拿到三二折 一個兩年的計劃 平均一個月是三個七毫一美金 加送一個月免費 一個大小 六個設備 可以一起上網 挺好用的 大家不妨試一下 Dinglock VPN Dinglock spell Dinglock VP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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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